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看以下的影片 男子把涂上黄色的木板进入水中 咦?怎么涂上黄色的木板进入池中看起来短了呢? 这与今天我们要来看的科学知识有什么关联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一看光的折射 同学们 当我们利用镭射把镭射的光线照入水中 你观察到了哪些情况呢? 雷射的光线倾斜偏折了 那同学们 你知道雷射的光线从哪里传播到了哪里吗? 雷射的光线从空气进入水中 空气和水我们称之为介质 介质是传递是传递光的物质 介质有空气、水、油、玻璃等 当光线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 光线发生偏折 我们称之为光的折射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看看日常生活中 与光的折射有关的现象 把涂上黄色的木板进入水中 同学们 你能观察到哪些情况呢? 进入水中的黄色的木板 看起来短了 当涂上黄色的木板进入水中 光线从水里进入空气偏折 从水面上看 涂上黄色的木板好像短了 这种情况就是光的折射 进入游泳池中 你能观察到哪些情况呢? 在游泳池中 人看起来矮了 当我们进入池中 浸在水里 光线从水里进入空气偏折 这个时候从水面上看 我们好像矮了 这种情况就是光的折射 游泳池中 游夫要从水面上用刺擦刺鱼 同学们 这个时候游夫会遇到什么情况呢? 从水面上看 从水面上看水里的鱼 鱼看起来在较浅的位置 光线从水里进入空气偏折 所以从水面上看水里的鱼 鱼的位置看起来好像在比较浅的地方 这种情况就是光的折射 我们看不见在碗中完整的硬币 如果我们加入一些水 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加了水后 我们能够看见完整的硬币 硬币看起来在较浅的位置 加了水后 光线从水里进入空气偏折 所以硬币看起来在较浅的位置 这种情况就是光的折射 在其中一个杯子加入水 同学们 你能够观察到杯子里的铅笔会有怎么样的情况吗? 加入水的杯子 铅笔好像折断了 光线从水进入玻璃和空气发生偏折 所以铅笔好像折断了 这种情况就是光的折射 我们将字条放在水杯后 同学们 你能够观察到哪些情况呢? 在水杯后的字看起来较大 在水杯后的字条的光线从玻璃进入水玻璃和空气偏折 所以字条的字看起来好像比较大 这种情况就是光的折射 这和鱼缸内金鱼看起来比实际大 是一样的原理 现在我们将有箭头的紫卡放在离水杯五厘米的位置 同学们 你能够观察到什么情况呢? 雨水杯距离五厘米的箭头在加入水后 箭头抱转了 紫卡的箭头的光线从空气进入玻璃和水 然后再进入玻璃和空气偏折 所以我们看见的箭头是倒转的 这种情况就是光的折射 彩虹也是因光的折射产生的奇妙的现象 雨后空气中含有许多小水滴 阳光从空气进入空气中的水滴折射产生彩虹 现在让我们一起看应用光的折射的工具 眼镜 应用了光的折射 眼镜 眼镜 让我们看清楚前面的情况 放大镜 应用了光的折射 放大镜 放大字体 放大字体 让我们看清字 望远镜 也是运用光的折射 望远镜 让我们看见远方的情况 显远镜 显远镜 也是应用光的折射 显远镜 放大我们肉眼看不见的事物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总结今天所学的科学知识 光的折射 当光线从一种介质进入另一种介质 光线发生偏折 应用光的折射的工具有 眼镜 放大镜 望远镜 显微镜 今天的科学小课堂就到这里 同学们你都学会了吗?